这里讲到最后的Totalitarian States 日本里面就是Minatarism 就是我们叫官国主义 那为什么也是这个极权的国 能够在日本那里武器呢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就由party government 由一个党的政府去掌权 但是这个党政府同样也是 是弱,是无效率 inefficient和corrupt是贪污的 加上这个经济大萧条 由美国引致 是令到出口大减 其实美国原本有钱 就可以买日本货 但现在他们没有钱了 所以就不买货 令到大量的工厂在日本倒闭了 因而很多工厂做事的工人都失业 所以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失业 所以这个时候 这些军国主义者就冒气了 他们就提议了透过海外的扩张 去解决现在日本所面对的经济问题 比如1931年 日本就入侵我们满洲 并且设立了一个满洲国 这是一个快女国 即是说他表面上好像叫满洲 或者是中方导致 但是实际上 背后是日本是硬硬的 操控住的 1932年同样的党政府都来到尾声 而这些军国主义者是夺权 并且成立了一个军国主义的独裁 逐步逐步去建立他们 鞏固他们的制力 有五个特点的 第一个就是他们用 Military Dictatorship 有一个军事的独裁 他们基本上就1932年开始 慢慢控制着内阁 内阁去做一些很重的决策 还有所有反对的声音 都透过武力去震撼 silence 即是出不了声 解决了所有反抗的人 第二他们都是控制思想 control over force 还有一个皇帝的崇拜 日本的皇帝叫天王 我叫Tenon 我们马上都会提到的 还有Military Dictatorship 就是所有反抗的人 都是被策密的 好了 跟这里说回 就是为什么政府 是Weeklar Inefficient 和Corrupt 所以呢 这个Military Dictators 是popular 因为他们透过海外抗章 去解决这些经济的问题 经济问题包括出口大减 很多人失业 好了 他们是从一个民族主义 以皇帝为中心 就是天王为中心 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呢 就是希望透过天王 去联合所有不同的日本人 因为在日本人里面 他们会从天王 就像一个神那样的存在 OK 同时都会控制思想 和他们的一些想法 甚至是为了宣扬这个爱国主义 和崇拜这个天王tenant 是会透过去改一些的书 那些的教科书 从而去达到这个目的 那这个呢 之后的特点 就是三个的权主义里面 都有提到的 那就是反这个共产主义 OK 同样地呢 因为在共产主义里面 他们会觉得要废除这个天王的系统 那还有呢 都是会强调这个加急斗争 那都是了 他会减弱那个的人民的团结 那还有呢 甚至是减弱这个 衰弱到这个 国家之中的传统 那第四 第四 一样的 都是有军事 和领土的扩张 那主要呢 那日本呢 就是 是 中国 和之后呢 去到亚洲呢 都有去扩展了 他呢 就是他 为什么要拿这些统电呢 就是因为他人口过剩啦 还有呢 他都想找到一些地方 一些市场呢 是作为 一些工业的出口 因为美国人要嘛 那你要其他人呢 去找他们 就是要他们的货 那他就可以继续生产 就是工厂 那些工厂就可以重新武器啦 好 那最后呢 就是State Control 是一个传统的控制 那基本上他就控制了 所有的资源 和所有的经济活动的了 那这个军事国的政府 完全掌控的 那整个国家 基本上呢 都被mobilize 都被动员 是要呢 是在自己准备打仗的 OK 那甚至一些平民 Sibelians呢 都是呢 要接受一些军事的训练了 OK 那就是说 随时呢 一个平民呢 都能够呢 是拿起来之章 就可以上阵去杀壁 好 那这里呢 就是关于这个 features of militarism 主要呢 和前面那两个 比较特别 虽然这里也有很多 不同的打权 但是呢 我们又没有特意 好像很outstanding 很突出的 好像穆斯尔利利 或者好像希腊 那样 一个很outstanding的 leader 反而不同的 一些将军 在里面 去带领一个军国的主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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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